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,那么嘴唇可以看作是健康的窗口,嘴唇的颜色,光泽,质的无几步,感应人体的健康状况。 正常健康的嘴唇一般肤色红润而有光泽,干湿湿度而有弹性,一旦身体有问题,嘴唇就会出现改变,比如,唇白煮虚寒,唇黄味湿热,唇红煮湿热,唇紫煮血云,唇黑弹湿为患,所以清早起床,不妨照照镜子,仔细看一下自己的嘴唇,看是否有下面的情况。 一,嘴唇颜色淡白,需要补一气血嘴唇淡白的人,说明你气血之寒,体内气血相对会法,要加上寒煮明治,使气血不能充分滋养到嘴唇,这主要是皮虚或是血过多引起的,皇帝内经俗问五脏生成天,皮脂和肉也,其溶唇也,而皮又是气血生化之源。 如果皮的功能虚弱,生成的气血不足,嘴唇就会显示出气血亏虚的模样,又这样嘴唇的人,还经常感觉乏力,困倦,头晕,容易生病,生病后康复慢,解决方案。 嘴唇淡白的人,醉意不易皮胃的气血,建议多吃充满能量的根性或种子类食物,竹山药,椰米,小米,莲子,地瓜,土豆,碱石,白变豆等。 此外还可以尝试用香菇,茯苓,银耳,菊花,桑葱,枸杞子,绝明子,金针菇等以辅助人体正气,建立人体的防御屏障,抵御外邪对皮尾的侵袭,而嘴唇颜色发黄。 需要消失导致嘴唇颜色发黄,说明干皮有失热,大多因为,长期郁闷或饮食内伤,比如暴饮暴食,喜欢吃肥干厚腻的食物,吃皮虚不能很好的郁化水师,吃气久郁的化热侵犯干皮,经常会有不想吃饭,饿些,负责,口苦,长得笨等症状,嘴唇颜色发黄,精神不足,有时还会发呆发困, 则是发育中的儿童,少年和青年朋友们,最异常见的问题之一,而这种毛病往往是补出来的,因为家长们常常忽略了少年儿童们肝肠有余,披肠不足的问题,已为得给他们补充营养,于是多余的营养和水果中的湿气,就容易滞留在肠道里,久而久之导致内肠功能受损,皮胃被湿和热困住,最后,嘴唇就呈现出发黄的状态, 状态了,解决方案,嘴唇发黄这一在健脾异味的基础上消失导致,即在解决方案一的基础上,可以食用人参,白竹,符苓,干草,莲粉肉,义饮人,白扁豆,筛漏,大枣等义气结皮,理气和微的材料,再配合扯皮,符苓,山楂,白毛根等煎水或开水泡芙 福以含肠道义生菌的食物,来清理肠道,每餐间只做得多菜收肉气分饱,保留三分鸡,既可以避免基石,又可调和干咳皮之间的矛盾,让孩子的脾胃强健,通排顺畅,同时又常疏通膀胱筋,用胃部撞墙,或在后背膀胱上刮沙,白贯 因为膀胱筋是身体上大的排毒经络,可以把体内的湿热,运毒毒素都排出去,调理的时候,记得不要吃鲜辣,油脑,甜鲜,也不要熬夜,熬夜是干皮湿热者的大气,再离墙时的15厘米处下地,全身自然绑松,用背部降后撞击墙壁,待身体弹回后再撞击,约一秒钟撞一下,最好从上到下的撞击整个后背 这样简单的背部撞墙,可以帮助湿热体质疏通经络,清除体内湿热 三,嘴唇颜色未腌制红色,需要经过或是细嚼那腌腌制红,是指红色至深红的一种颜色,红色,深红色,紫红色都属于这类,有这类颜色的人体内火又比较大,颜色越向着深红发展,火就越大,常伴有咽喉疼痛,牙疼,便腻 尿黄等,解决方法,即使一切煎炒油炸和油泥的食物,临时三天,以西周喂食,可在西周内加入少许盐,以补充人体所需的盐分 除此之外,可在茶余饭后,煮上一些冬瓜汤,毛根苍等,带水饮用以消除上火症状 当然,如果你在唇红的同时,嘴唇急剧干燥,还伴有头晕头痛,高伤,烦躁的表现,则建议及时就医诊断治疗 四,上下唇,以色上唇鼠味,下唇鼠皮,上唇深红,下唇蛋白微型,是温热疲寒的表现 此时常伴有脸红,吃得多却容易腹性,四肢懒散等情况 而上唇蛋白,下唇深红,则是胃寒皮热的表现,往往表现为人不想吃东西,一吐,头脑浑锅沉沉的样子,解决方案 这种情况除强健脾胃之外,还需要在吃饭时细嚼慢叶,渐渐到,佛修行的习惯 每口饭菜,可以嚼36下左右,使食物充分与唾液接触 温度也与人的口腔温度相当,再慢慢咽下,这样人更容易饱,食物也更易消化吸收,可以有效保护脾胃 五,嘴唇微轻紫色,需要健体或血嘴唇轻紫发黑 这是血绿的表现,说明你身体正处于气质血绿的状态,也往往担有心烦胸闷,体内无名疼痛,失眠多梦等症状 解决方案,山楂红糖水加每天运动30分钟,活血化鱼鲜山楂8颗,红糖30克,把山楂排碎去核,放入红糖核500毫升水 煮这砖小火,再煮15分钟即可,如果没有鲜山楂,就换成20片干山楂 这个山楂红糖水活血不血效果很好,如果再坚持每天运动30分钟到一个小时 半个月你就会看到嘴唇红润起来,运动可以慢跑,快走,瑜伽,体操,只要是你喜欢,能坚持的就好 效果最好的是爱九神却学和正颤官员学,可点人体内的小火炉,温阳驱寒,是气血畅通无阻,神却学位于肚脐中,被认为是经络之总书 经起聚会海,此官员体注尽百脉,爱九它有调整,阴阳平衡,气血合唱的功能 正颤官员学是双手交叉重叠至于官员学,嫉妒其正下四肯指出十指道小指,稍加压力,双手快速的,向幅度的上下推动 早晚一次,每次二到三分钟,已局部有三胀感微度 六,嘴唇灰黑色或嘴边,黑嘴唇颜色偏灰黑,或嘴唇的边缘发黑,是体内塔湿皱,的表现 这跟脾虚,慎阳虚都有关系,脾虚则生坦虚,慎阳不足则整个身体的阳气都不足 进而不利于坦虚代谢,有这样纯色的人,多有暴隐暴食,喜欢吃寒凉,油腻,甜腻的食物 而且缺乏运动,常伴有食欲下降,消化不良,下剧沉重,身体多了有体味较大 解决方法,四五陈皮周家推心腹,健脾补肾,化痰虚诗又先删了二百克 剑诗二十五克,莲子实力,白变豆二十五克,成皮十克,煮粥或煲汤 每周三五次,油健脾补肾,去痰虚之工 每天早晚推心腹五分钟,科室气气哄畅,精气上升 逐气下降,帮助排除弹湿,手脚由心窝开始向下推到小腹,反复推五分钟 双手或者搭手都可以,站着,做着效果更好 如果有组织点珠如硬块,痛点,气团或水槽,则一定要反复推手 将其推开柔反,内心月经期,怀愿是不适合 还有内脏下垂子宫下垂,胃下垂的也不适合 想要嘴唇变得漂亮迷人,就从今天开始改变吧 相信过不了多久你就有所收获 来源,默默让生编辑,健康香周年集团队声明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如有清权 请联系后台,我们将二十四小时内进行处理 请联系后台,我们将二十四小时内进行处理